是抢着帮他回答 但是叶深茂本人并没有回应 您刚说这个有曾经在97年 把这个资料给陈前总统 那现在您说明了 你会转做成污点证人吗 我想这个部分 因为涉及到法律问题 我来说明好了 就根据我们的证人保护法 有关污点证人是属于共犯 共犯中间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因为你的问题不明确 我不晓得说到底所指的是 共犯的哪一个罪名 如果说您指的是说洗钱的部分 那么叶先不会跟他有洗钱的行为 所以不至于成为共犯 当然也就没有所谓污点证人的问题 那如果您在衍生说 有没有什么不乏所得的部分 那叶先更不可能有参与这方面行为 所以我想如果您指的是属于洗钱 跟所谓的不法行为的所得部分的话 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不会有所谓共犯问题 更不会有证人保护法里面的 所谓污点证人这样一个适用 我想这部分是属于法律的层面 所以我代为回答好了 抱歉 这样可以吗 洩漏情资的部分就是协助 洩漏情资给陈建总统 就是协助他洗钱不是吗 这个部分的话就像 您可能可以回去看一下 刑法132条跟138条 因为那个都是一个 独立的一个犯罪行为的形态 所以还不至于是成为共犯 是有因果关系啊 有因果关系 但是在法律的解释上面 他并不会有都是独立成为犯罪的 都会独立一个罪名 但没有所谓的共犯的问题 好吗 那这个部分因为是属于 法律的适用的问题 另外前提